打嗝是什么病的前兆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黄甫 陕西省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 打嗝也是我们消化科临床常见的一个症状 它通常鉴于这种功能性消化不良 和慢性胃炎 隔肌症挛等等情况 另外有一部分胃恶性肿瘤的患者 也会以打嗝作为一个首发的症状 所以提醒广大患者朋友 如果出现打嗝症状 尤其是持续着打嗝症状的时候 不可以掉以轻心 建议还是行一个胃经检查 明确诊断以后再进行治疗比较好 打嗝的治疗我们是以中西结合治疗方法为主 临床上也收到了不错的疗效 那么这个打嗝一般中医认为 它是胃气上腻所导致的 我们临床中医治疗 可以使用一些健脾 礼气 合胃 降溺的中药 或者中重药进行治疗 大部分的患者都可以获得良好的疗效